彼得后书第一章做耶稣基督仁和使徒的西门彼得,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,和,有古卷无和字,救主耶稣基督之意,与我们同的一样宝贵信心的人。愿恩会平安,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,多多地加给你们。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,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,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,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。正因这缘故,你们要分外的殷勤。有了信 弟兄的心,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,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,不至于贤懒不结果子了。人若没有这几样,就是眼瞎,只看见近处的,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,应当更加殷勤,使你们所蒙的恩赵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,就永不失脚。这样,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,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,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,我却要将这 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,激发你们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,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。并且我尽心竭力,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,时常纪念这些事。我们从前,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,和他降临的事,告诉你们,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,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,从极大荣光之中,有声音出来向他说,这是我的爱子,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,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我们并 在这预言上留意,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,才是好的。第一要紧的,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,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,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第二章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,将来在你们中间,也必有假师傅,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,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,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谐音的行为,便叫真道,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,要用捏造的言语,在你们身上举例。他们的刑罚, 自古以来并不迟言,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道,原文作也不达顿。就是天使犯了罪,神也没有宽容,曾把他们丢在地狱,交在黑暗坑中,等候审判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,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前的世代,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又判定所多玛,俄摩拉,将二成轻腹,焚烧成灰,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间界。只搭救了那场为恶人引行忧伤的一人罗德。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,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,他的一心就天天� 主知道搭救敬前的人脱离试探,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,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随肉身,纵污秽的情欲,轻瞒主之之人的,更是如此。他们胆大任性,毁谤在尊卫的也不知惧怕。就是天使,虽然力量权能更大,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,生来就是出类,已被捉拿宰杀的。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是,正在败坏人的时候,自己必遭遇败坏。行得不义,就得了不义的工价。这些人喜爱白昼艳乐,他们已被玷 乌,又有瑕疵,正与你们一同作习,就以自己的鬼诈为快乐。他们满眼是银色,银色原文做淫妇,指不住犯罪。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,心中习惯了贪婪,正是被咒诅的种类。他们离弃正路,就走差了,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,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嫁的先知。他们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。那不能说话的驴,以人言蓝祖先知的狂妄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,是狂风吹逼的雾气,有默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他们说� 其中被缠住制服,他们末后的景况,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他们晓得异路,竟被寄了传给他们的圣命,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俗语说得真不错,够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。猪洗净了又回到你里去滚。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第三章亲爱的兄弟啊,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。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,激发你们诚实的心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遇先所说的话,和主救主的命令,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,该知道在末时必有好计较的人,随从自己的私语出来计较说, 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,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他们故意忘记,从太古平神的命有了天,并从水而出挤水而成的地。故此,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,还是凭着那命存留,直流到不尽前之人受审判遭神伦的日子,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,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,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,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,有人以为他是单言,其实不是单言,乃是宽容你们,不愿有一人神伦,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。那日天必 大有响声废去,有形致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都要如此消化,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,怎样敬钱,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烧就消化了,有形致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,盼望新天新地,有意居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啊,你们既盼望这些事,就当殷勤,使自己没有玷污,无可指摘,安然见主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未得救的因由,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,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,写了信 给你们。他一切的信上,也都是讲论这事。信中有些难明白的,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,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,就自取神伦。亲爱的弟兄啊,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,就当防备,恐怕被恶人的搓谬诱惑,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愿荣耀归给他,从今直到永远。阿笨。